俄国现在使用大杀器 你看它的滑翔弹 三公盾的 这个杀伤力非常大 它是战力完整的 现有编程的部队上战场 招募的部队搞后勤支援 哲伦斯基来讲说 现在的兵力可能1比6 我只有1 他有6 耗损了1万人 他只能补5千 入不敷出 这一节我们要来关心俄乌 同样都有这个缺兵的状况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战场地下化 暗杀行动 现在疑云四起吗 这一节我们带你一起来做关注 先来看到这个俄乌之间的战场 情势诡异啊 现在双方都出现缺兵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这个来自于波兰官方 跳出来挂保证说 境内将近百万的乌克兰移民 都有意愿组成志愿军 不过一半现在根据了解都是儿童 另一半呢 来自于波兰电台的估计说 大概有50万人当中呢 几百个人已经报名了 换句话说等于说 号召了百万大军上战场 但是目前看来只有百人做响应 少了好几个零啊 无独有偶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部分 国防部宣称有15万的新兵来入伍了 但没有被派去几个地方 包括了盾内茨克 卢干斯克 赫松 还有扎波罗勒等等的热点 我们先来请教将军 俄乌现在双方缺兵的状况 到底有多严重 真如乌国总统泽伦斯基先前说的 现在前线乌军和俄罗斯 占比的部分 难道真的是1比6这么惨烈吗 俄军是否也犯了这个战线拉太长 有没有可能这样的错误 对 我认为乌克兰在这一方面呢 它是战力过度耗损 乌克兰它有三个状况 造成乌克兰的包袱 第一个 乌克兰过度动员 它已经过度动员了 它现在的这些战场上士兵的年龄 已经到达43岁 而且每两个月增加一岁 现在是7月到9月的时候 它的战场的平均年龄44岁 那到11月的时候 在乌克兰战场上乌克兰的士兵 已经到45岁 都变成大叔士兵了 那体力 反应 还有它的战力都相对受限 年纪太大 年轻人太大 年轻人争亡 躺在坟墓 所以这个战力上浩劫是非常的快 这乌克兰第一个 乌克兰第二个就是说 入不敷出 它今天比如说消失 这个战损 战号 耗损的1万人 它只能补5千 那损失1万补充5千 那你是越来越少啊 所以它从动脑的 动脑的就是对 逃到波兰 逃到匈牙利 逃到罗马尼亚这些 赶快回来 问题是他们在那个地方 不会回来啊 他都回来 他干嘛那个时候要逃出境 他不要回来啊 但逃过来 波兰政府把你的护照没收 你变成没有护照 你回乌克兰 变成这个状况 你怎么办 这个人想不想打仗 我认为他的问题是出在 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所以他不愿意回来 所以这么招一万人来两百 根本没人要回来 变成这个 还有小孩 小孩也没办法动员嘛 现在乌克兰动员是18岁以上 60岁之间嘛 那现在平均年龄 刚刚讲过43岁 那怎么办 入不敷出 是乌克兰最大的问题 你会越打人又会越少 消失的多 补充的少 那你战力是相对受限的 第三个我们知道 俄国现在使用大杀器 你看它的滑翔弹 1500公斤的 就1.5公盾 还有3公盾的 这个杀伤力非常大 而且军人 平民百姓都杀掉 因为它一爆炸之后 整个950公尺范围之内 都会造成非常大的震爆 那建筑物都毁掉 那人就身亡了 是这样子 俄罗斯现在拿大杀器出来 所以乌克兰他面对 这三个的状况 他的兵力是枯竭的 所以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才讲说 现在的兵力可能1比6了 我只有1 他有6 那怎么办 那俄罗斯在这一方面 他是这样 俄罗斯现在这样子 边城的 现有的部队 现有编程的部队上战场 招募的部队 搞后勤资源 变成作战行务资源部队 还有后勤资源部队 运输部队 交给这些招过来的 你们不要上战场 你们负责后勤资源 因为总要是有这些勤务 要资源前进作战 那前进作战是谁呢 已经编程的部队 前面的部队 他已经训练完毕了 他是站立完整的 刚进来的人搞后勤 那换句话说 刚进来我也愿意进来 因为我是搞后勤 我不是上战场 我搞运输 搞运补 搞油库 搞弹药库的安全 我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也愿意 所以变成俄罗斯 他人力的调配上 他毕竟游刃有余 是这个状况 那相对于乌克兰的状况 我们叫高下立派 那俄罗斯在他们的战力 相对完整 但是我们可以看 乌克兰战争 打到现在为止 已经快两年半了 问题出在哪里 我认为 俄罗斯犯了三大战略出 而且非常严重 造成到现在为止变成耗损过久 第一个 他就是没有一举奏效 本来就应该要速战速决的 为什么没有速战速决 没有达成 兵贵术不贵久 兵闻着述 未堵巧之久也 一鼓作气 再而摔伤而结 你今天按照理讲 你今天俄罗斯没有一举奏效 他的错 你当初的时候 有这个汉天之词 直接这个 我们讲到铺天盖地就把乌克兰给制服了 没有在方面做 他在方面的战略设计是错误的 第二个 他没有切 我一看 他一直没有切断乌克兰的补给线 你切断他补给线 乌克兰东西 绵更是900公里 南北相距是600公里 你这个补给线多少地方可以切断 你有没有去切断 你没有去做切断 切断他补给线的话 前面的战力 补给不上手 前线的作战的官员 一定要后撤 不然的话会被迁灭 被违迁 会这个状况 那刚好他补给线没有去切断 那开盒的 他这个补给线可以远远不断 经过铁运 经过陆运 那这样运输的话 你用晚上夜暗就做前支前运 那这样的话对乌克兰战争的 战力的发挥 他会相对于较大 那对俄罗斯的会相对于威胁较大 那为什么没有去切断他补给线 第三个我认为 这个俄罗斯在情报上面 没有充分的掌握 乌克兰在情报方面 因为有西方国家的帮助 有美国这方面的资源 俄罗斯的部队重点集结在什么地方 美国提供情报给乌克兰 乌克兰去发挥他的活力 去做前面做摧毁 但是俄罗斯在这方面 对乌克兰的情报掌握 并没有像美国那么好 所以他今天打的地方 有的时候是打的重要要害 但是有更重要要害 他并没有完全掌握 所以变成 俄罗斯所对乌克兰的重要基点地的摧毁 相对有限 虽然他的火力强大 但是火力强大应该交出 火力强大的成绩单 他也交出成绩单了 但是不是一个完美有效的成绩单 这个就是因为他的情报 没有充分的掌握 造成俄罗斯对乌克兰军队的摧毁 是四倍功半 是这个样子 所以俄罗斯就犯了这三大战略错误 战事才会延荡至今 好 俄罗斯在乌克兰当地的摧毁 这个能力现在看起来还是有限度的 不过到底俄罗斯自己的军损的部分 到底严不严重 这是来自于英国国防部也做了一个研判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 现在来看俄罗斯的部分 这个是来自英国国防部他说的 他说接下来未来两个月 可能会持续俄罗斯的部分 维持每天平均死伤签名的官兵 其实相当的多 另外呢 俄军在东部顿内茨克州也在推进 付出巨大代价 可能会面临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呢 这个最高的战损率 他说光是今年五六月 可能就会超过七万名的官兵死伤 这个推论如果正确 为什么没有看到乌军收复尸土 英国国防部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是在帮乌克兰做战情分析 还是在帮乌克兰加油呢 像这个怎么解释 我先讲前阵子我看一个 是俄罗斯自己发布的一个大内宣的 针对乌克兰战争的宣传片 那么在宣传片当中描述的其实就是 俄罗斯确实现在包括他们动员的 也包括一些罪犯 一些女性的罪犯 那么上场就变成女兵 那当然她是一个内宣 可是我看到那个俄罗斯的这些女兵 哇真的都大姐头的那个样子 也很嚣张的那种 真的感觉很有战力的感觉 真的是现在打到都没兵 就你要把犯人罪犯 然后而且是女兵 强悍的这个票悍的女兵 俄罗斯要送她上战场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到底有多少兵 打一打去 刚刚前面其实将军讲得很清楚 我认为说现在英国包括很多国家 在做定期做一些军力的盘点 这个盘点的部分一定是这样子 我想英国历来 针对乌克兰战争的盘点当中 他非常认真的在盘点俄罗斯的损失 俄罗斯当中各式各样的部分的溃败 或等等的部分的危机 可是你说到底英国的部分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说 大家还是要注意到一点 我认为在整个英国 现在自从劳工党选上之后 现在首相施开尔 虽然他们现在乍看之下 他们对于乌克兰 对于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大方向 是没有变的 但你不要忘了 在英国这次选上劳工党 他们在过去诉求跟保守党 完全不同的部分 税收啊 内政的医疗啊 这一节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关心这场乌俄战争 现在地面打得非常的火烈 我们持续来关心到 现在还有这个媒体报导出现的特工 还有暗杀行动 是来自于俄乌双方的 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们来关心是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FSB近期宣布的破获了多起 乌克兰的特工阴谋 破坏分子计划 劫持俄罗斯图22M3战略轰炸机 叛逃至乌克兰 接着呢乌克兰又阴谋纵火 来破坏俄罗斯现在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 这一艘叫做库兹聂佐夫海军上将号 画面上我们带你来看到 乌克兰现在发起一连串的重大特工行动 是反映了乌军现在前线无法取得突破 是越来越焦虑吗 我们看到乌克兰如果真的 劫持了俄罗斯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等于是向俄罗斯的核资武器来下手 普丁接下来如果在很生气之下 可能会有多强烈的一个报复行动 今天我们一一来关心 来请介大使帮我们解析 当然啦就是说很多战争 当它胶着到一段时间以后 它可能这种各种战线 也会一起交互并用 那么比较常发生的就是恐怖攻击 就是特工的这种暗杀 或者特定定点的这种破坏性的攻击 我想这个我们历史上都看了很多 那当然就是说俄乌战争 我觉得主要还是美国跟北约 对乌克兰的行动的限制 所以这一类 比如说恐怖攻击也好 或者特工式的攻击也好 目前为止还没有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 可是看起来有慢慢越来越激烈的情况 一方面是乌克兰长期撕老兵痞 他觉得他这个最大的弱点就是 他不能够把他的手伸到俄罗斯的境内 去进行攻击 这是自己本身的力量 再加上美欧国家对他的限制所造成的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看起来美欧事实上对他 对于俄罗斯本土的攻击 看起来有一些表面上公开的松动 甚至是私底下台面下的松动 所以你也看到这些行为也越来越多了 那么今年我们看到3月22号 发生在莫斯科的那个歌剧院的恐攻 俄罗斯就咬说这个是跟乌克兰有关的 造成了100多人的死亡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恐攻 那另外一方面你也看到 就是说就是上个月6月23号 那乌克兰的这个 从乌克兰境内发出的飞弹 那就是说陆军弹道战略 战略飞弹 美国的武器 对克里米亚的这个民用设施 也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沙滩 进行这个炸弹的攻击 飞弹的攻击 那么炸死了5个人 151个人受伤 所以你看他都有蔓延的情况 那最近乌克兰他就是说 俄罗斯他公布了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特攻的阴谋 那么是针对俄罗斯的核子 战略里面重要的一个兵器 重大的这个杀器 也就是图 图2223 这个是俄罗斯现在这个战略空军里面 很重要的一支力量 目前还有60架在服役当中 那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战略武器被破坏 或者说掳获的话 当然事情是很严重 不过去年就8月的时候就已经传出来了 不过没有得到证实 就是俄罗斯在这个莫斯科西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 那是停住许多图22M3这样子战略 轰炸机的这个基地 有两艘这个图22M3被炸毁 两艘被破坏 有照片为证 可是呢 这个俄罗斯方面没有得到证实 所以这些部分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会慢慢会看到会增多 这个其实对一个战争发展来讲是不好的 那这样战争会可能会各种手段会更惨烈 那不过最近在这个 这个美国正在开的北约的这个峰会 那这个会中也有讨论说 俄罗斯事实上锁定 这个西方的这些大的所谓的军火制造业的 这些CEO要对他们进行暗杀 所以这个双方都有这种消息传出来 当然是不是确实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这个证实 那传言居多 不过就是说从我们看到的很多例证来看 我觉得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随着美国F-16快要到了这个 大概说夏天吗 现在已经夏天了 不知道是几辆 几台已经要到了这个乌克兰了 所以会不会这样子的这种攻击力度 对于墨斯 对于俄罗斯境内 或者说俄罗斯 更大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 那么现在还不得而知 如果是扩大的话 我想这样战争就更了没完没了 是好 从这么多的世界 我们可以看出来 现在乌克兰针对这个俄罗斯 恐怕恐攻行动都会持续的蔓延 尤其刚刚特别提到 涉及到是这个俄罗斯的核武器等等 我们要持续来关心是说 刚刚还说要攻击的 还包括了这个俄罗斯唯一的航母 叫做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 好 它的背景稍微带过朋友了解 它是中共辽宁号的姐妹舰 1991年的时候 当时开始服役排水量59,100吨 那我们也看到了 2018年航母在维修期间曾经受损 那也经历过火灾 但是俄罗斯持续的重视它 预计现代化维修之后 在明年要开始来做服役 那上面可以搭载的东西 包括了它的舰载机 可以装的是米格29K 速30等等 还配备了192具垂直发射系统 火力说跟这个巡洋舰是可以比的 另外还可以发射反舰飞弹 跟防空飞弹等等 好 我们看到这艘航母 承袭苏联传统那时候 兼具的航母性能 而且说火力很强 乌克兰是现在害怕它明年 俄罗斯完成了这个现代化 改造后的战力 抢在今年赶快派出特工 来破坏这艘航母吗 舰长怎么解读 首先说这艘船 不是一个很新的船 它服役1991到现在已经33年了 这算非常老的一艘船 但是大家不要认为说 它老航就没有战力 你完全错了 船其实是一个载台 它上面的东西 你都可以去换它 它的战斗系统你可以换 它的飞弹你可以去换它 除此以外 这是我唯一看到的一艘 居然这个航母上面 会有垂直发射系统 而且有192管 那是算很多的 所以它这个船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航母 它就像刚刚你说的一样 它已经是一个满足 需要巡洋舰的规模了 它有很大的攻击 它本身就有很大的攻击力 但是它还是一个 需要很多人保护的 它不是它自己出去就可以的 因为它攻击很多 那你从哪里来攻击呢 第二个 俄乌战争基本上是陆战 你去打它航母干嘛 我觉得乌克兰有时候 你要花点工夫去打别的东西 因为这个所谓叫做战略重心 就是如果你缺少这个东西 你基本上打不成了 你没办法获胜 好比我举个例子 我要谋杀某个人 它一定是一个战略目标 好比我去摩杀责任司机 可能乌克兰就 没有这个攻击 就去做战的欲望 如果我能肯定这样 那我可以去摩杀 因为它是我的战略重心 你去杀一个 好比说军火商的这个CEO 杀完了他就不生产 他还有另外一个人去当CEO 也许那个副CEO 还很期望你去杀他 这是玩笑话 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 它并不是一个 入战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说他唯一从海上 可以去攻击乌克兰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 黑海 黑海很小 是一个小池塘 航母那么大 在那等一个大均匀在那 它发挥不了作用 如果说这艘航母 跑到黑海去 就有点像莫斯科号 我想他一定觉得 他可能随时会被攻击 他可能还 自己还会觉得比较危险 所以如果你叫我说 乌克兰为什么要攻击他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 不是怕他将来扶起以后 他的战力 因为在海上他威胁不了我 他是要攻击他什么 打击他的士气 我把你唯一的一艘航母打掉 那对他整个的军队的士气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或许在战场效果 实际的战场不大 但是对民心士气影响很大 连你最大的航母都可以把你打掉 或者把你破坏 那你想想看别的东西 你不是都觉得都有危险吗 我觉得这个政治上的 重创他的士气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想要化解他的战力 我觉得那个效果不大 好 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士气 另一方面俄罗斯又做了什么呢 刚刚我们提到了 就是说有透过特攻 又有透过暗杀 这次俄罗斯用的就是暗杀 这个是来自于CNN的报道 说美国情报单位 破获了俄罗斯一整个系列的一个计划 说要在欧洲各地来暗杀 支持这些乌克兰作战的 国防产业高层的主管 主管包括了谁 这位是他们目标所定的是 刺杀德国莱因金属公司的执行长 叫做派培格 莱因金属公司 它是全球最大的火炮战车炮弹制造商 每年可以生产数十万发 乌克兰用量最大的15公里的炮弹 也负责生产 F35主要是在它的中段的机体的部分 另外包括乌克兰跟德国 所使用的暴二型主力战车等等 都是这一间公司来做生产的 这一次执行长被锁定 成为头号的目标 是因为莱因金属公司 掌握了北约跟乌克兰武器来源的 重要命脉吗 但是我们要来关心了 杀掉这位高管 真的就能让俄罗斯 取得在俄乌战争上面 更进一步的一个优势吗 唐老师怎么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暗杀的行动 它并不是单一的 意思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在欧洲 也就是说在北约国家里面 它普遍性的来进行什么呢 进行破坏 纵火 甚至比较轻微的涂鸦 就是给你搞破坏 那当然暗杀也是一个其中的手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因为莱因金属 它在整个欧洲来说 你刚刚讲全世界其实也没错 最起码在整个北约里面 它可以算是佼佼者 意思就是它生产什么 生产什么 那个坦克啦 制作炮啦 还有这个榴弹炮啦 什么的 这个它是第一名的 而且德国 Made in Germany 德国制造 它这个效果 它的品质 那我想 这个大家都公认的 所以你去看它那个坦克 以前我跟你讲 台湾也想买德国坦克 结果呢 德国坦克也来了 都试验了 跟美国坦克比 结果超过美国坦克 结果没有买 为什么没买 美国不准 所以说德国坦克是很厉害的 好 那现在呢 这个海美它这个燃银金属 它还要在这个乌克兰 还设个厂 那就好了 那就不是说我在德国生产 我还在乌克兰生产 就地生产 就地采用 那这个东西当然对这个 俄罗斯来说 这个眼中钉 这个非常被中刺 它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 那所以说呢 它是用这种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 所谓的这个暗杀啦 或是破坏啦 什么的 这个东西对俄罗斯来讲 这个家常便饭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这个俄罗斯的 譬如说 你这个反对派的 这个领袖 突然一下就被 被枪杀了 或者被毒害了 被人家下毒了 等等 那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普遍的 而且这个东西 在第二时代 包括苏联时代 以及现在的普丁时代 都经常发生的 不能说它是文化传统 可是呢 这个对他们来讲 好像 这个就是这样 那其他国家也有 那可是其他国家 那现在呢 这种方式啊 你像譬如说美国 美国以前也有啊 CIA也是来搞这套 可是现在慢慢慢慢 他们就比较低调 可是俄罗斯 没有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说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当然啊 那这样的话 你等于说 你就是打击到了 西方国家 尤其是这个北约国家 它主要的武器供应商 那这个当然 对这个西方国家 对北约国家的 这个士气来讲啊 就会有很大的 这种冲击 你说真正的 会对于这个战争 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 这个到其次 为什么呢 就你这个 他是说对你这个CEO 你CEO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CEO啊 这个弄不完啊 对不对 那弄不完的话 那这个当然就 等于说 对于他的这个生产 或者说对于他的这个 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支援 我想说 这个可能影响不会太大 那只要北约呢 能够团结一致 你不要你内部都 草叹天了 那就不一样了 那如果说 只要你团结一致的话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第一个是战略 第一个是说我安全 国家安全 第二个是什么 原则 他说我要这样 一定要把俄罗斯打败啊 不打败的话呢 我们这种自由民主国家的 这些所谓自由啦 民主啦 人权啦 什么这些原则 就被你俄罗斯破坏了 那被你俄罗斯破坏了 那我们这些国家的这个支柱 也就是我的意识形态 就被你破坏掉了 那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 他们硬着头皮 硬到现在 已经两年多了 那还是说我们也要支持 这个乌克兰 那可是呢 真正现在看起来是 越来越费力了 这一节来关心俄乌战争 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 盾内磁克持续的挺进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说 俄军解放了 这个地方是索基尔村 好这个地方 我们持续来看到是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他也特别说了 他说乌克兰如果想要和平 就得全面的撤离盾内磁克州 和其他三个地方 位在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的州 另外呢看到这张照片是在盾内磁克战略重镇 这个地方是查苏夫亚镇 好画面上我们来持续看到 关注查苏夫亚镇被摧毁的诺维区的空拍的影像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惨烈 乌克兰的军方发言人日前也说了 乌军已经从查苏夫亚的外围一个社区撤出了 那根据了解现在这个镇 在俄军长达数个月的持续的突袭之下 已经几乎都被移为平地了 我们看到俄军进来锁定盾内磁克 狂攻猛攻乌军从过去的抵挡变成撤手 才说乌军有一些斩获了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委员 觉得乌军很善于打宣传战 可是普丁很善于打真正的战场战 这两个差距太大了 乌军经常会宣传说 我黑海打的什么舰队 问题黑海舰队不是这一次战场的主要因素 第二个我们经常在台湾介绍的讯息 都是局部的讯息 从一开始的时候乌克兰就走错方向了 最近特别是哈尔科夫 北边的哈尔科夫 当时普京调了三万的军队逼近哈尔科夫 然后这个泽伦斯基就下令他的总支令 谢尔斯基要全力的把俄罗斯的军队逼回去俄罗斯的境内 然后让他在国际上可以宣传 乌军获得重大的胜利 就没想到中了什么 调虎离山计 什么调虎离山计呢 乌军为了要去打哈尔科夫这场战争 把所有的在盾内施克 卢甘斯克甚至于杂波勒勒的军队 抽调很多精英 他几乎是每一个里抽调几个 每一个里抽调几个 全部调到哈尔科夫去 结果哈尔科夫的战事 战事怎么样 诶 俄罗斯军队故意后撤 让他好像攻下一块地块了 结果没有想到就卡住了 就卡住就出现一个问题 第一个你进攻已经没有能力了 可是你后退又不能退 为什么 你后退的话他就杀过来了 而且都是精锐部队 在战场上 问这个张将军更清楚 后退有时候比 后撤比进攻更困难 因为后撤你会被追杀 进攻你碰到像这样 简单讲就中了 俄罗斯的军队设下的陷阱 那你当你把这个 敦内斯克卢干斯克的军队都抽掉很多精英去打的话 你能够回头来吗 你回不来啊 所以就一个一个被吃掉 现在已经出现 俄罗斯有点的这种东放西放像逛街一样 今天逛这个村 明天逛那个镇 这样轻移联布慢慢跟你吃掉你 敦内斯克跟卢干斯克所有的 乌军已经巩固超过十年的据点 他讲的这个所谓 首基尔村就是已经超过十年以上的据点 这样轻轻松松就被拿下来 为什么 你在精锐部队很多精兵都被调走了 所以战略的失误 是乌克兰 一个很大的失误 再来就是乌军的士气 也是很大的问题 泽伦斯基因为不太相信他这些将军们 老是派一些都军 他派什么都军呢 是完全不懂军事的这些 他身边选出来这些民意代表 那民意代表还可以捐都军 然后整天 就是只要一不开心 就在媒体上面痛骂 居然没有人会跟你去玩这个游戏的嘛 然后又瞎整 什么瞎整 硬逼着要跨过扎波罗论 去攻打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又很聪明 你要打我就退给你打 就你进来以后你就回不去 是麻烦这个 这个已经一再上演了 可是 乌克兰的基辅当局啊 只想要说 不管如何我先打了一个好像胜仗 让我让我跟植物人司机就整天直播 跟全世界宣传 他在打宣传战耶 他不在打阵地战耶 所以这个是乌克兰 这个从上到下只会乱成一团 再加上军力不足 美国再怎么打鸡血都没有用 好乌克兰战略上面的事物 我们看到现在 陷入非常惨烈 另外我们来看到另外一头是 其他国家的军援 现在到底进度到哪里了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 刚接任英国国防大臣的西利 上任不到48小时 立刻启程前往乌克兰 并且宣布 接下来会来加速速度 让乌克兰在未来100天之内 可以尽速的取得英国4月 本来就已经承诺要提供的军援 好有什么样的军援内容 我们来看到 他说增援90枚的硫磺反战车飞弹 还有好画面上我们持续看到 10台AS90自走炮 好另外呢除了英国之外 德国的部分军援乌克兰 第三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也已经运抵在乌克兰了 好这一段期间我们知道 俄罗斯有系统的锁定 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持续攻击造成乌方关键的设施 永久性的损害 甚至呢最严重还有到停电等等 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头 刚特别提到英国 德国军援现在都来了 能够帮助乌克兰来应对 现在这一波一波的 二军空袭吗 将军怎么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就是乌克兰的问题 是出在他的人员不够 乌克兰动员的这个年纪 是从这个27岁到40岁 他现在动员年纪 向下收到18岁 到60岁都要动员 你看18岁到60岁 全部都要送到战场 你看这乌克兰的缺贫 缺得多严重 现在全部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上 作战的人员的平均年纪 已经高达到47岁 因为年轻人死光了 所以年纪很高 你动员到60岁了 他平年已经47岁在 换句话这些都是高龄士兵 上战场 那怎么样发挥战力 所以你看给他那么多 你看英国给他 德国给他 美国给他爱国者 现在问题是 他为什么还节节败退 都是高龄士兵呢 怎么打 那现在欧斯也知道 他的短板 打他的电场 我们知道 这个交通线就是补给线 补给线就是生命线 但是别忘了 电场它是 整个电 电是神经线 你没有 你的身体都要有神经 你的 他的这个通信也好 指挥管制作战 都要靠电力送 你没有电力 你怎么样去传利情报 都是靠电 没有电怎么传送 没有电怎么去指挥 根本没有办法 现在直接把你的神经系统瘫痪 电力一瘫痪 不然就没有神经系统 就这样 那怎么去指挥 怎么去管制 怎么去发挥火力 怎么去分配火力 都是问题 那问题出在这里 所以你看 为什么美国可能出手 要帮他去谈判 因为看看 乌克兰好像不太行 不是武器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然后现在问题就是说 美国没有叫停 怎么办 那只要硬撑 但硬撑就会硬丢 他会丢一个城镇 丢个城镇丢下去 变成拿空间换时间 唯一能够解决 就有一件事 就是美国加入 美国加入就解决了 但是问题是美国不加入 北大西洋公益也就不会加入 那问题是 你武汉自己打 那就是美矿欲下 好 我们近日 我们也持续来看到 是说刚刚将军说 这个战争还会持续地 进行吃下 因为美国没有点头 但是现在是传出 有停战和谈的可能性 我们来看到 这是多家媒体的报导 包括了每日邮报报导 说克里姆林公正在派遣代表 和美方进行停战和谈的声讨 那俄罗斯的内政部长 以参加联合国的警察局长会议为名 好 这只是一个 以这个理由为名抵达了美国 说要跟美国相关的人员接触 要来谈谈 看看美国能不能对乌克兰 来施压 促使和谈的进行 真的有可能这么乐观吗 汤老师 这里面我倒觉得 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这些事位于筹谋 因为他觉得这个拜登 不行了 因为你这个 第一个你选不赢 第二个呢 我们不要忘了 川普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上任 其实还不是上任 他说我选上以后 一天内解决乌克兰问题 结束俄乌战争 所以说现在这个 传出来的这些消息 完全是从这个角度 出发得出来的情况 你比如说 俄罗斯 他说这个文件里面说 这一节我们持续聚焦 在俄乌战场的最前线 俄罗斯总统普丁出访回国之后 俄方现在从两方面 来开始做一个反攻 好 其中一边 我们特别来关心到的是 哈尔科夫在加强轰炸 六月份以来 俄军已经共发射了 大约达到了700颗的飞弹 还动用了重达三盾的 我们这边来看到 是FAB三天的这个滑翔炸弹 另一头在乌冬的盾内 此刻目前进度又是如何 俄军现在正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叫做 恰索 夫夫 雅尔 还有拉伯 蒂诺跟 索诺 年卡 两等地 好 来做一个多点上面 的一个突破 那全面要来突破的是乌军在2014年的一个防线 并且现在说要进入到人口比较稠密的一个地区了 我们现在来看到是普丁这次回国发动一个猛烈的攻击 乌克兰哈尔科夫战线才稳的 现在我们来看到的是盾内此刻战线又告急了吗 普丁为何要转攻现在在乌冬这个地区 张彦霆将军怎么看 我们认为这个因为 俄伦斯基已经下令 他的军队一定要死守哈尔科夫 所以哈尔科夫现在是乌克兰的精锐在那个地方 那今天是俄罗斯的话 他一定要避其精锐 这个时候改取守势就可以了 然后攻敌之弱 所以我们都要避时急需 然后所以他现在对转移兵力 部分兵力到顿巴斯地区 顿巴斯地区的这个地方 都顿内此刻跟卢干此刻 这个地方乌军的防守就比较薄弱了 因为他重兵防守哈尔科夫 顿内此刻就弱了 然后俄罗斯军队就从这个地方 攻敌之弱扩大战果 就是他是弱的地方 针对弱的打 这个兵者先其易者后期节目 就是先攻简单的地方 后期节目节目都是比较硬的 你吃甘蔗不是有节有木吗 那个节就是很硬 后期节目 所以说是这样要避时急需 所以转移兵力过来 那乌克兰在这一方面 他兵力筹码有限 我这个时候要抽掉兵力 哈科夫过来的话 那哈枯就要被淪陷了 哈枯一定要顾手 你不能抽掉兵力 那这个这样一定弱了 所以针对弱的打就好了 然后乌克兰的军队训练有限 所以他统合战略也有受限 因为训练有限 直接参数上阵 没有发挥 有效发挥最大的统合战略 所以这个很容易受到乌军 就被俄军攻破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军队 要找乌克兰的破口 哪个地方弱 从哪个地方切入 那没关系 现在在哈尔库夫的俄军的攻势 现在先停住 转移兵力南下 所以这乌龙梯 这个时候战果还会大 为什么 整个推进机之后 让乌克兰的军队 还有他的领土 上市会更多 那这个地方先停住 所以你看他 他做一个弹性的战略调整 让乌克兰 这个顾首就没办法顾尾 如果顾尾的话 没办法顾首 所以首尾没办法兼顾 这是乌克兰最大的弱点 为什么没办法兼顾呢 因为兵力筹码有限 没有办法灵火运用 已经打了两年 四个多月了 对乌克兰来讲 他现在的筹码一直在消失当中 因为只要西方国家 供应他武力 供应他火力 但是他没有兵力 没有兵力就没有办法发挥战力 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乌克兰捉襟见肘 那俄罗斯就在找他的弱点 所以现在是 在巴赫姆特顿巴斯地区 还有顿内茨克地区 这个地方俄罗斯就进展 俄罗斯可能还会将来会对 南边的这个巴赫 我们讲到的就是扎波罗热 跟南边的赫尔松地区 可能也在找破口 这两个破口 不管是扎波罗热也好 或者赫尔松地区 这两个 如果乌克兰再抽兵再去支援 顿巴斯地区的话 这个地方破口就会出来了 又会不会俄罗斯从这地方突破 所以他三个点 你看他怎么要去守 守不胜守 那攻击是最佳的防御 那乌克兰没有火力跟兵力的 综合的这种战力去发挥攻势 所以乌克兰的短板在这个地方 那这样的短板 刚好就是俄罗斯可以趁虚而攻 攻而取之 可能事半功倍 这个时候要去拿卡尔克户 代价太高 那我拿其他地方 代价很低就可以扩大战果 所以我们看整个兵力是弹性运用的 俄罗斯 俄罗斯的弗龙之军校所培养出来的这些将领 有的时候我看到将领 这些将领 有的时候还蛮管用的 尤其在二战 这个德书战争的时候 我认为他蛮管用的 但是在这一次的 这次俄罗斯战争当中 我认为俄罗斯军校出来的这些将领 他的战略指挥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发现他后面也在做一些调整 他没有说一直 僵化原来的这种战略跟战术的作为 跟指挥 管制 还有火力的发扬 后来他有做调整 他很重的两件事 他第一个 他很重视电磁环境下的电磁战 后来有些武器都被干扰掉 第二个 他后来很重视对乌克兰的情报收集 我发现俄罗斯对这一方面 有做两个方面的调整 也让俄罗斯在后面 稍微他的作战节奏稍微顺畅了一些 他的指挥跟管制的火力的发扬 也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毕竟前面付出的代价太高 也造成俄罗斯在这后面 他的这些的战果 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跟苦头 是 好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 他是很有弹性的在打这场战 而且他不断的找乌军的破口 这次火力跟兵力要逐渐的进来 我们看到美方的援助 在乌克兰的方面 现在进度又到如何了 美国总统拜登 5月底终于是同意乌克兰 大家还记得吗 说你可以用美元武器 有限度的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 但是6月21号 现在是不是又再度的放宽范围了 不限制只能在哈尔科夫的境内 6月22号这一天 我们看到乌军终于做了一个很大的抱怨 这一位是前线的指挥官 还有国会议员 他们说 这个现在的政策 根本就绑手绑脚 他几乎说要进一步来做松绑 这次希望能够松绑的武器 就是陆军战术飞弹 系统 这个长城的武器 希望我们的这个打击范围 能够深入到俄罗斯境内的一个机场 那结果呢 这样子的结果之下 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6月23号发生了误击 这个乌军的飞弹 竟然是误击到了克里米亚的海滩 当时有五位正在晒日光玉的平民 因此死伤 其中三个人还是未成年的儿童 我们看到乌克兰希望美国再放宽 这个长城武器的打击 但是又互相平民 白宫这时候会来考量 援武武器来做放宽吗 Ross怎么看 应该不会有影响 因为从战争开始到现在 两年多这段期间 拜登政府好像看乌克兰军方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的这个问题 没几个月 不管是没三个月 或没半年 他们会送绑军员什么样的武器 本来说no 过一阵子会说yes 那另外是使用方位 也是用这种方式来看待问题 本来说使用方位不能到俄罗斯境内 过半年他们美国就送绑 白宫政府就送绑 说哦 俄罗斯境内也是可以的 所以好像他们没有很仔细的分析 他们就是一直在等 那如果他们认为乌克兰的情况非常急 他们就会送绑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相信以后 白宫政府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的压力 尤其是在过去几个月 美国军援 以色列也是有很多武商平民的情况 但是美国继续 军援以色列 继续送各式各样的武器给以色列 那为什么不送给乌克兰 而且也没有限制以色列怎么用 那为什么要限制乌克兰怎么用 我相信这些限制 就是美国继续就会继续送吧 好 罗斯提到这个美国方面 还是相当有节奏性的 做一个军事上面的武器上面的军援 我们看到这个欧美军援武器 是准备要大举大举的来协助乌克兰 但是现在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 因为受到政治上面的影响 欧洲国家现在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 尤其特别我们要来关心到两个国家 英国 泛国 现在大家都知道极右派崛起 恐怕接下来会影响的 是不是要继续的援助乌克兰 先来看到法国的极右派的政党 这个是国民联盟主席 画面上我们持续看到巴德拉 他说他领导的政党 如果赢得国会的改选 将不会派遣部队到乌克兰 另外一位是英国的脱欧大将 持续看到是英国的改革党的领袖 这一位叫做法拉吉 他也附和普丁 他说欧盟跟北约经由东扩 挑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我们看到英法极右 都已经开始点名不挺污了 会不会影响到 接下来欧洲各国援污的态度 尤其是右派崛起 将是乌克兰 接下来最大的政治危机吗 大使如何解读 本来就是说积极 援污的就治美国 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欧洲国家的立场 就不太 跟美国不太一样 你记不记得 这个德国当时连豹斯坦克都 吹了很久才吹去 然后刚开始打的时候 泽伦斯基今天 就是今天骂德国总理 明天又骂法国总统 都觉得欧洲人都不支持他 那这个中心 俄乌战争开打 在乌克兰始终坚持如意的 只有美国 所以法国 这个欧洲国家 本来从他不要说极右了 他执政党对于俄乌战争 都持怀疑态度的都很多 对 而且这场战争 现在欧洲国家 有一个声音就变成就是说 就是说真正的获益者 只有美国 美国不但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液化天然气的市场 这个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市场 天然气市场 全部从俄罗斯手里接收了 对 然后呢 另外美国的这个 要北约国家 把他的一定比例的GDP 投入国防预算 这点也成功了 对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借着北约这个欧乌战争 重新把北约复合起来 然后借着北约控制了欧洲国家 这些国家的安全政策 控制了各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所以本来欧洲就有很多的 这种不同的声音 不只是只有极右派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英国的极右派的力量是比较少 英国基本上还是他的政治光谱 还是一个社会党 一个左右两派的 极右派在英国 很奇怪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那真正力量大的是法国 这个国民会议 这一个最近在 就是欧洲议会选举 他拿了30%的选票 那这个政党现在在欧洲 在法国算是第一大政党 尤其在最近的全民的选举里面 证明他是得到很大的支持的 那他们基本上 基本上是这一个政党的 真正现在这个巴勒拉 他是比较年轻的 可是他真正的领袖是这个 这个小马亦勒奔 就是雷鹏啊 那他已经是第二代 他爸爸叫勒鹏 他爸爸创这个 创这个极右党 然后他女儿接着 那这个女儿很可能就是 下一届这个法国总统里面 呼声最高的一个候选人 那他是明白的说 他是反美的 OK 他跟这个世上 他跟俄罗斯 他认为俄罗斯的关系更重要 所以在俄乌战争中 他们就是反对 觉得这场战争 是不符合法国利益的 那所以就变成这个 真正的影响力最大的是法国 另外在欧洲里面 尤其欧盟有些国家 本来已经是右派当权了 像这个像匈牙利的 匈牙利的总理 他基本上他就是右派 他是最早就是说 我不会支援物流 我不会给乌克兰任何武器的 对啊 那前一阵子这个斯洛伐克总理 被刺的斯洛伐克总理 后来这个发觉 媒体的解释很奇怪以后 我发觉是 他是因为他不太支持乌克兰 他也是一上任以后 就不愿意支持 不愿意把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所以内部的这些 支持乌克兰的这些 就把他这个 刺杀他嘛 对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欧洲人是很多 有他的不同的看法的 我们不要从媒体来看 好像都是一片一片 往那边倒 其实这些现在看起来 这是很大的政治力量 在反对这个俄乌战争的继续 那他并不是说他支持俄罗斯 可是他们觉得这场战争 对他们这些欧洲国家来 没有利益的 德国来讲的话 GDP变成富的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德国人还是一样 努力的工作 德国的工厂还是一样的 有竞争力 原因是什么 他的原料价格 成本增加了四倍 这个原料成本增加四倍 就是俄乌战争打出来的 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怎么愿意去继续 让这场战争继续 来毁坏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呢 这是很逻辑的一种解释 好 这一节我们把焦点 放到俄乌战场的最前线 现在美军远乌的远程精准火力 难道奏效了吗 为什么这么说 乌军在哈尔科夫战线 取得优势了吗 我们特别来关注是来自于 美国的富比士的报导 说在哈尔科夫前线的这个地区 叫做沃夫昌斯克的地区 他的一处的建材厂这边呢 发现有超过四百名的俄军 被乌克兰士兵给包围了 那乌军现在已经服辱了 超过两百名的俄军 让乌军现在突然间气势大震 所以我们来关心乌克兰 有可能在美军F-16送来之前 突然间扭转逆势吗 我们要关心的是五月已经来了 乌军首度的靠美元5去取得优势 这样的优势会持续多久 会不会等普丁外访回来 调动大军又再次被翻盘 有没有可能 将军怎么看 我认为因为这个沃夫昌斯克 就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旁边 很近 那这样俄罗斯的话 对他的这个火力的 我们叫火力的掩护跟资源 应该不成问题 可能不用等普丁回来 因为等到普丁回来 再下令做反攻的话 这样子的话 对俄罗斯的军方来看的话 表示他作为是消极了 可能现在就已经在实施 在火力上掩护 能够把他的交通线跟补给线打通 那补给线打通的话 对这个木材厂被包围的俄罗斯的这个部队 就有了火力上的资源 那这样的话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我都认为这是一个战术性的问题 最重要的这一阵子 是因为乌克兰的军队受到了 美国这一方面狐猎的资源 而且已经到位了 那到位的话 最常俄罗斯没有掌握到精准的情报 那精准的情报 在这个火力在从乌西的地方 往乌东的地方做运补的时候 可以在中途做摧毁 第一个在这个转运站做摧毁 在接收 第二个在运输的途中在做摧毁 第三个在到达点做摧毁 那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情报 并没有精准的完全掌握 所以他已经到到达点之后 这个部队的话 就有相关的这些火力的补给 就可以发扬 沃夫昌斯克 就俄罗斯的这些军队 就被乌克兰所包围了 但是问题是 俄罗斯的这个战略利益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距离比尔戈罗德很近 那这样的话可以就近 那不会边场莫及 可以就近做掩护 不管是他的空中打击的力道 还有在比尔戈罗德 俄罗斯的军队可以就近做支援 所以对俄罗斯来看 相对的他的补给线就比较短 补给线比较短的状况下 直接给应援 还有他的临街兵团 可以直接做火力支援 那有后勤的应援 跟临街兵团的火力支援 那这两百位到四百位 被包围的部队 就可以顺利解围 是这样 那最重要的 我们要看俄罗斯在 空中火力的发扬如何 因为空中的密接支援作战 对战场主角 能够发挥关键性打击的力量 俄罗斯会不会利用这个时间投入 如果利用这个时间投入 那就可以顺利地解围 如果考量到这个 我们叫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飞弹 就是地理空飞弹 有在那边做部署的话 俄罗斯的军队 他的空军没有办法做应援 因为爱国者飞弹 部署在什么地方 对空中的战机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对 他的火力的支援就会受限 所以他会认为 俄罗斯常考量的 就是乌克兰的爱国者飞弹 部署在什么地方 对 因为爱国者飞弹的 这个地对空防御的范围是200公里 那200公里发一个包落线 他要在200公里外 做火力支援 换句话就要用 可能是远程的空对地的武器 做火力支援 如果这个爱国者飞弹是在后方 那俄罗斯的空中的应援部队 可以向前推 那这样子的话 对沃夫昌斯克 俄军能够解他之围 这就不成问题了 所以双方的话 我认为要靠俄罗斯 他们高阶将领的军事涵养 跟他战略的素养 能不能达到这个地方 能不能在火力上 在集火点上取优势 这是相当重要 如果没有办法在 这个交战点上取 绝对的兵力优势 那这样的话对战况来看 想扭转战局 那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在决战点上起优势 这是俄罗斯目前 主要把握的一个作战节奏 跟他用兵原则 好 我们可以持续看到 现在双方俄乌都在集战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预期在7月份之后 这个西方国家会援助 F-16到乌克兰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大家希望 能够在这之前 能够有一些新的战机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现在传出美军刻意要 拖延训练乌克兰战机 飞行员的一个时间 这是来自于乌克兰的 最高议会临时特别委员会 主席他所做的批评 我们看到画面上 他说一直到年底为止 美军训练的飞行员 只会有20个人会完成受训 而且这数量他说是少于 即将接收的F-16的 他特别还说的 美国之所以刻意的要放慢 是怕过度的激怒了普丁总统 好 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F-16到达的话 能够改善战局吗 魁波老师怎么看 这个说法其实跟过去 有些人说美国的 给乌克兰援助的武器 给的好像不是那么大方 给你但是给的不慷慨 不快速 就是怕乌克兰万一 太多的这些武器 甚至造成了跟俄罗斯 更大的程度的冲突 那这次F-16是不是也是 一样的逻辑呢 我只能说从过去 一直有这样的阴谋论 美国就是不希望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冲突升级 所以它会控制乌克兰的火力 我只能说这阴谋论始终存在 但是这个F-16 据说啦 新闻报道如果是真的话 它F-16A 已经有乌克兰的驾驶员 它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边境 对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发动攻击了 那甚至有人说 这个俄罗斯的S-400等等的防控系统 都没有反应 这是新闻报道啦 但我要讲就是说 这个确实会对俄罗斯的 空中的武力 还有一些部分 因为F-16它是多功能的战机 它对俄罗斯的地面部队 会造成一定的威胁 可是呢 反过来是什么 就俄罗斯可能会 趁现在F-16还没有 真正成军的这段期间 尽速地占领一些乌克兰的土地 或者是打败 抓到一些乌克兰的 重要战略的物资 因为现在不做 未来可能威胁会相对变大 对 那还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美国可能会给乌克兰 不只提供F-16 还有饱满的这些 载弹的这些能量之外 还有包括飞行员 因为全世界 张将军知道 全世界最多的战机就是F-16 现在主流战机里面 很多会飞F-16的 有人说美国是希望 把这些会飞F-16的 用高薪聘请到乌克兰 让他帮乌克兰飞F-16 有的人说 这不是就是我们以前 中华民国抗战的 飞虎队吗 美国到乌克兰去援助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会不会计划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战场的 这个激烈的程度 我觉得取决于俄罗斯 他自己对于空防 还有空优的信心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可能要未来 才会更清楚的 是 好 同样一个问题 Ross又怎么看 这个美国是真的害怕 激怒普丁才故意 把这个飞行员训练的速度 降缓吗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有没有做下决定 所以的确那个时候 拜登的动作 整个拜登团队 外交 国防团队 动作很慢 因为他们要很详细地考虑 俄罗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第二个阶段是 做下决定之后 美国国防部 还有其他的相关单位的动作 多快多慢 那其实第一个阶段结束的时候 就是拜登做下决定 要提供F16 那第二个阶段 就是要训练那个时候 那我们其实 虽然是有点难听 但是说实在美国国防部 或其他的相关单位 动作常常是非常非常的慢 毕竟美国的国防部 是一个好大的管理体系 比如我记得另外一个例子 最近美国在 不是在加上盖那个马头 要为了送援助给加沙人 但是那个也花很多时间 才开始工作 所以我不认为 美国是故意的 一直拖这个训练 就是美国的这个 Pentagon 武侠塔 好这一期我们来关心的是 俄乌战场最新的状况 乌克兰近期动员 他的主力来反攻哈尔科夫 但是俄军却趁隙 转到他的邻近 哈尔科夫的 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关心到 这个他的旁边的 这个苏米州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看到 是来自于车臣 共和国的领导人 这位是卡迪·罗夫 他近日特别表示说 俄罗斯的军队 已经推进到 苏米州的边境的 这个村庄 这个村庄叫做 李日夫卡 那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 他则是出面否认说 没有 俄军啊 根本就没有攻入苏米州 而且他还说了 苏米州现在在 乌军全面的掌控当中 好我们现在看到 乌军用 他的主力 用在反攻哈尔科夫 因此俄罗斯的部分 转攻乌克兰 其他的要地了吗 刚刚说是 苏米州这个地方 请问违约如何看 我一直不认为 这个俄罗斯打算 全面占领乌克兰 觉得他从来 就没有这个打算 那么现在对俄罗斯来讲 我也认为 普丁可能 他当时所要发动的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 他已经达到了 所以现在对俄罗斯来说 就是撑在那里的垃圾时间 因为你没有打算停战 可是我又不能当中 没事干 然后呢 美国你现在又想尽各种办法 比如说你准许 这个亚述营用美军的武器 比如说你现在准许 他们使用西方的武器 来攻击这个俄罗斯境内的军事基地 显然美国跟乌克兰也没有打算停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俄罗斯来说 他当然就只能够继续采取 以战逼合的策略 那么你现在看到他们的这个战线 一千多公里这么长 所以其实对这个乌克兰想要全面收复他的尸土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只大家心照不宣 要不要讲出来而已 那当然俄罗斯也很清楚 他自己该巩固的地盘 他巩固好 该巩固的阵地巩固住 那剩下的这些东西就是 你既然要打 我也只能够陪你打 那大家就打来打去吧 你哈尔科夫反攻 我就去攻你苏米州 那么大家你有来有往啊 那这场战争就大家持续的配合下去吧 那到什么时候呢 到你死了这条心 那么我们就上谈判座来谈 所以现在对俄罗斯来讲 他如果真的有意要发动大规模的侵略 他早就可以借由美国 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这个领土 他光这个理由他就够了 可是他没有 现在显然看起来 这个相对来说 土丁是很节制的 我讲的更直白一点 现在世界和平居然莫名其妙地握在了普丁的手上 这是普丁的一念之间 因为美国什么事都干了 所有的红线都给你踩了 现在就是考验普丁的耐力够不够 普丁忍得住 欧洲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打 普丁忍不住 我们马上就要打欧洲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这不是笑死人的一件事情吗 忽然之间全世界的和平 就维系在普丁一个人的意志力身上 那现在看起来普丁还守得住 为了世界和平我们还要谢谢普丁 因为他现在在忍耐容许美国不断地在踩各式各样的红线 所以我觉得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攻击反攻 都是小打小闹而已 那么你说乌克兰现在要能够全面收复失地 光靠以现阶段他能够得到的 来自于西方盟国的经费或者是军事装备 以及他现在已经非常紧缺的人力 根本不可能达到了 我相信普丁很清楚 所以这种小打小闹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持续到什么时间呢 外界一直评估就持续到拜登选完嘛 所以美国现在认为拜登不能停止的战争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如果停了 对拜登来说就是另外一个阿富汗的故事了 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停 那就撑到11月 既然你拜登要撑到11月 那普丁也只好陪他演到11月 忍耐到11月 好 我们持续关心美国的角色 除了说刚刚提到说 美国允许西方武器可以从乌克兰这边进攻俄罗斯之外 我们来看到美国最近又做了哪些事情 这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说拜登政府接下来打算要解除禁令 允许我们看到画面上 乌克兰这些极右的民兵部队 这个叫做亚素营终于可以使用美国的训练和武器 亚素营的这个背景大家观众朋友稍微了解 2014年的时候 当时在普丁拿下克里米亚之后成立的 那首战他打的就是和政府军合作 一起夺回被盾内此刻亲俄民兵所占领的 这个马里乌波尔这个地方 后来呢 乌乌战争正式爆发在2022年嘛 那在这个爆发之前 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亚素营都是镇压乌东民兵的主力 因此被普丁视为是纳粹分子的代表 包括因为亚素营他过去镇压的手段都很强硬 所以也曾经被美国给下禁令 说以侵害人权为疑虑 禁止亚素营十年内 你不可以使用美国训练的这些武器 好我们来看这次美国又解除禁令了 到底怎么回事 俄罗斯会不会更有一个原因跟立即可以去 打乌克兰老师怎么看 我想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 现在只是华盛顿邮报 他爆出来说是打算要解除禁令 而不是真正已经就是说要解除禁令 我们必须还是要留点存音 是不是也可以放这个消息来试温一下 而且虚晃一招 而且甚至存心把它掀出来 是存心让它见光使 因为我们也知道拜登政府很多对于俄乌战争的 很多的基本的政策 也这个就是乌克兰也透过美国国会进行游说跟这边施压 所以是存心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消息放出来 然后让它不会变成真实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存在 但是会不会因为你今天就是说去援助亚素营 然后准许它用什么这个业务 准许它用他们的这些武器如何如何 去增加了就是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正当性 我认为这个是完全是疯了马牛不相及 因为这个战争爆发的原因不是因为亚素营 亚素营是战争爆发之后所诞生出来的一个怪胎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它当然有很多行为是可疑 但是这些从头到尾不是战争 就是发生了真正的原因所在 那只是说它变成一个很好用来打宣传战 或者说是这个去这个叫做去表达立场 或者去伪装自己的正当性 但是无论从任何一个观点而言 俄罗斯就是这个侵略乌克兰 这怎么样都要讲 就是说无论你有任何法条 就是这么回事 它就是侵略 但是我们今天讲这时代化 假如按照那个标准 很多的强权都扮演过侵略的角色 他们也未见得受到制裁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要考虑今天这个时候释放这个消息 再加上它跟纳粹的连接的不明不白的关系 然后再回过头来去想美国的大选年 这个真正的原因是很可能是根本就不打算让它成局 亚述云这个消息确实可能就是美国要来试试水温 看看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这样做 我们持续来看 这个亚述云其实一直都被普丁视为眼中钉 规模人数落在1000到2500人之间 那过去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它有一个最大的战机 我们画面上持续看到 就是他参加了马里乌波尔市的保卫战 那在俄军的优势兵力包围之下 守住了亚述钢铁厂 而且时间达到82天 成功拖延了俄军南线的进攻速度 好 只有几千人的亚述营 为什么普丁这么的头痛 孟兴姐又如何看 当然他们的消息散战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不过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 因为它是2014年的时候成立的 但事实上在2014年之前 他们大概都有一些 就是用相同理念的方式 在乌克兰活跃 那目标其实是一个非常极右翼的 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到了2014年之后 他们成立的主要民兵部队 主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跟顿内刺客的 俄罗斯的这些民兵 彼此之间作战 其实你看2014年到2022年 发生这个真正的俄乌战争 这八年的时间 虽然说这中间曾经有过 彼此之间签署的明斯克协议 可是俄罗斯就一直指控说 乌克兰破坏明斯克协议 这中间民兵的很多的攻击 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逼到最后 这个战争其实是非发生不可 因为如果不做的话 那么这一些乌东地区的 这一些亲俄罗斯的人 他们将不会再相信俄罗斯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他当时你记不记得 普丁他拿出来的一个主要理由 其中除了北约之外 很重要的就是要亲纳粹 当时他们纳粹的主要代表性人物 就是亚素营 因为亚素营他们会被认为 跟有一些亲纳粹的一些行为 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俄罗斯这样认定 其实美国国会也曾经 这样子的认定亚素营 那个整个的过程 地人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东西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展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